如果要问为什么乔斯伯那么乐中于ITX机箱的研发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ITX规格的机箱是乔斯伯这个品牌起家的根基 在那个喜欢连利全铝机箱风格带有价格不菲的年代里 绝对拥有抄袭争议的乔斯伯 一点一点硬生生的把连利给抄下了生态 不过好在销量和品牌稳定之后的乔斯伯并没有忘本 去年年末的A4这个频道也给大家展示过来 然后今年又迎来了这个V8 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这种极度风冷old school的ITX机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 所以这一次如果你要问乔斯伯又抄了谁的设计 一时半会我还真的说不上来 V8采用了务实的柳质外壳和镀星钢板的内部结构组合 整个外壳经过了四次无形弯折 最后巧妙的将拼接放在了不会直接外露的机箱底部 算是一种制造工艺的炫技 抛开制造工艺 V8有几个必须要起到的亮点 大家请听我慢慢到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亮点一 抽拉式的结构 之所以用抽拉式的结构 还是因为刚刚提到的外壳是四次弧形弯折的工艺 于是通过抽拉将整个机箱的内部结构单独取出后装机 装完之后再塞回外壳里 在我看来这是外形和内部结构在美观和异用性上的一个绝对平衡 这样的机箱 这样的机箱并不多见 乔斯伯这一次玩的很溜 亮点2 20厘米超大型进风风闪 ITX机箱在曾经一体水冷出现之前 也就是风冷散热器为主的时代里 普遍存在散热不如ATX或MATX机箱的扣笔 没办法 要想 CPU散热器也就跟着一起想 于是散热效率就大打折扣 且不提V8在CPU风冷散热器上是否做了图结 一个几乎等同于整个机箱宽度的20厘米风扇 从机箱头部将大量凉快的冷风吸入机箱内部 贯穿整个机箱 到位了 不能再到位了 至于这个20厘米风扇 满载转速800转 实测下来全速下还是会有些许声音 但不至于吵 不用太过担心 该调速就调速呗 亮点3 强大的风冷及水冷进入性 V8可以顶部兼容240规格的一体水冷 同时尾部还能兼容一个120或140规格的一体水冷 CPU顶部如果没有悬挂任何风扇或冷排 CPU风冷散热器允许高度为195毫米 说到这里 老DIY玩家应该马上精神一振了 是的 V8可以兼容任何CPU风冷散热器旗舰的同时 GPU还能提供一个120或140冷排的一体水冷伺候的 或是CPU和GPU各一个120冷排的一体水冷伺候者 再或者其中一个120冷排换成140冷排 总之 V8在散热的规模兼容性上 是流氓 你狠不过它 想怎么玩 它几乎都可以 还是玩得很好的那种水平 别说ITX 一些不是以散热为主打优势的ATX机箱 恐怕都要干半价 小钢炮刷起流氓来 真的就是干以下犯伤 就好比最近很火的那个MG-A45S 装机的配置又回到了这个频道的标准配置 显卡有意而为之的邀请来了EVGA的水冷Hyper系列 于是CPU散热器有情提示 如果选择240一体水冷 大概率会和尾部的120或140一体水冷打架 所以乖乖的120一体水冷 还是那句话 这年头只要不超频 没有什么120一体水冷压不住的CPU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在乎整机的运行噪音 GPU才是更需要被优先照顾的对象 装机的难度并不高 自带的那个硬盘仓 如果不悬挂外置HDD硬盘 建议移除 这样可以降低前置20厘米风扇的风阻 保证进风在通过整个机箱内部时更为通常 电源可兼容SFX-L尺寸 但在电源模块线街头那边的理线空间会变少 显卡的兼容性就比较变态了 长度330毫米以内的这个数据 显然很宽宇 重点来了 哪怕是月间高度夸张的非公旗舰显卡 一样不用担心高度的兼容问题 风扇的选择 为了迎合整个机箱黑色的主题 选择了黑化版的猫头衣F12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 猫头衣赶紧推出黑化版的A12吧 好吗 烤机测试方面 CPU一体水冷的12厘米风扇手动固定在了1200转 CPU加GPU的双烤机非常轻松PASS 并且也未出现风扇转速自动提高的现象 这里必须要点明一下EVG的这个一体水冷显卡 满载真的极度安静 显卡散热器上的那枚风扇 其实主要催的是PCB上的供电和显存的热量 所以根本用不着多少转速 而GPU本身的巨大热量 全部依赖于自带的外置120一体水冷 也就是被我安装在机箱尾部的那枚 同样换成了猫头衣黑化版F12风扇的120转盘 后来事实证明 其实我还低估了这套系统的可玩性 当跑完所有测试原以为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嗯?好像还没过完影 这样的V8装机展示也太平平无奇 太中规中矩了 我心中默念道 既然是CHH的频道 还是要在深度上继续挖掘一下 才对得起我们的观众和粉丝 于是乎 手边正好有猫头鹰的U12A 这个U型12厘米单塔的佼佼者 来来来 尝试一下 又不是不能介络 拆掉顶部风扇的支架 移除CPU一体水冷 换上猫头鹰的AM4主板扣具 这里要注意 还是要先拆下显卡的一体水冷的冷排 先装U12A散热器 不然螺丝没办法拧 最后再装回尾部显卡的冷排 瞧这间巨 还要给U12A装风扇吗 不需要的 一把风扇不要钱 风扇加上了 噪音不会变大吗 玩到这个程度了 再装风扇 那就是20年的PCDR1 全TM白完了 换上风冷之后 风扇的接线我们要调整一下 原本交由显卡 自行管理风扇转速的 那个EVGA冷排12厘米风扇的四拼 脱离显卡 转到主板CPU风扇四拼上 进入系统后 手动定速1200转 待机真的很安静 很安静 很安静 这还都不是A12风扇 CPU和GPU的双卡 竟顺利通过 不过CPU的风扇转速 因为稳度超过了75摄氏度 所以被自动提速到了 1400转全速状态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通过这样的玩法 我们可以继续发挥 例如 换上更厚的 让散热器和尾部风扇 更加贴合的CPU风扇散热器 再例如 散热器不改动 去加厚冷排或风扇的厚度 等等 停 差不多可以了 更多的乐趣 还是要留给大家自行挖掘 那样才能在挖掘的过程中 享受DIY的乐趣 好的装机视频 开拓大家的视野 这一期的节目 我玩得很开心 相信大家看的 也多少有所掌握 乔斯伯的这台V8 绝对不是泛泛之北 也许它的体积并不小巧 但在硬件的金融性上 在散热器是水冷还是风冷的两全上 最重要的是在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上 V8几乎可以说四个字 面面俱导 这样的ITX机箱 大家就不要再苛刻要求 来拼什么体积 拼什么三维 V8是卧室机箱 通常卧室机箱在体积上 并不会让人觉得硕大 顶多嘛 敦实 如果你刚刚收购了ATX 想要尝试一下ITX 或者收购了空间无比局促的 那些装机和维护都十分困难的 A4架构 ITX机箱 那近期 V8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个让你玩起来 可能停不下来的选择 不管大家选择怎么个玩法 相信V8都能胜任 交出满意的答卷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